民眾出外工作想租房 但租屋市場競爭大 有時會住在兄弟姊妹或親戚家 沒想到這樣的舉動 可能讓他們被瞌睡 近期高雄有一位民眾表示 自己的透天住家有空的房間 就讓弟弟把戶口牽來 和自己一起住 也沒有收租金 結果今年報完稅之後 卻被國稅局認定 漏報租金所得 要求補稅 也就是說房子只要不是配偶 或爸媽子女等 有直系親屬居住 就得辦理無償使用公證 如果沒有把戶籍簽入 國稅局比較難察覺 但若有認定入住事實 會依照所在地租金行情計算所得 只不過許多民眾直到被告知 才知情還有得補救嗎 目前的話 他們有一個做法是 他們可以趕快簽訂這個 無償借用這個契約 然後去公證 然後帶這個公證書到國稅局去做申請 然後再看國稅局認定 是不是可以把他認定成他是無償借用 基本上他就不會課徵了 專家指出只要當事人找兩位見證人 一起到公證人面前 簽訂無償借用契約 再由公證人做成公證書 向國稅局提出 證明確實沒有租金收入 就可以避免被課租賃所得 來保障自身權益 參選區區公恒李夢山台北報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